大家好,在这个视频里面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概念叫民主指数 这个民主指数是一个经济学人杂志它统计的 这个经济学人是英国的一份周报 办报的时间也有100多年了 它主要是衡量了几个指标 一个是选举,一个是政府运作 然后一个政治参与,公民的参与情况 政治文化以及公民自由 综合了这五大指标 然后做一个排序 分为四大类 第一大类完全民主 在图里面就是用绿色 我们待会看一下 就这里边深绿色就是完全民主 像这个加拿大,澳大利亚 然后部分民主是浅绿色 像这个,美国它是浅绿色 然后还有一些拉美的国家 还有蒙古 然后第三个混合政权 就是黄色 像这种黄色 然后第四种呢 就是专制政权 是这种橙色 竟然把我们中国也列为专制政权 太可恶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2018年的一个排名 它有一个详细的排名 我们看前十位最有代表性的 是我们通常讲的北欧五国 挪威第一名 然后冰岛第二名 瑞典第三名 丹麦第五名 然后就是芬兰第八名 前十名里面北欧五国占了五个 然后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 看把我们中国排到哪了 我们来搜一下中华 这第一个呢 是中华民国 也就是台湾 台湾竟然排到了32名 它属于部分民主 我们再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 竟然给我们排到了130名 把我们列为专制政权 果然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刊物 我们再看 17年的 这是18年的 17年的 台湾是30多名 我们还是130多名 再看16年的 台湾是30多名 我们还是130多名 再看15年的 31名 中国136名 中国136名 再看14年的 台湾35名 中国144名 也就是说 从18年 一直到14年 我们和台湾的差距 是100名左右 稳定的 差了100名 这个 是英国的一个杂志 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几个国家 我们先看一些这个 社会主义 我们通常讲的 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呢 在世界上现在公认的是 这么几个 除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 还有越南 还有老挝 还有古巴 我们看一下18年的数据 18年的数据 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有剩下的几个受罪国家 我们看到 这是中国 130名 然后越南 139名 古巴 142名 然后还有个老挝 我们看一下老挝在哪里 老挝在这 151名 也就是说 我们中国还是在这个 社会主义国家里面 是排在最前面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跟中国关系比较好的一些 国家 比如说 俄罗斯 我们看一下俄罗斯是在排在哪 俄罗斯在这 144名 也排在中国的后面 当然他也被列为专制政权 还有 跟我们比较好的 我们的铁哥们 所谓的巴铁 巴铁呢 他属于混合政权 是成黄色的 但是呢 排名也是比较靠后的 110多名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 伊朗 跟我们关系似乎也不错的 伊朗150名 最后当然 朝鲜就不用说了 朝鲜是最后一名 也就是说 这个 这个杂志 把我们 社会主义国家 以及 跟我们中国 比较好的一些国家 竟然都排到了 100名开外 所以呢 这是一个典型的 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杂志 好 这个民主指数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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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 乖 都 張